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堂人新闻 星期三4月7日早上,大批访民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大学西门口 继续抗议北大教授孙冬冬日前公开宣称的 99%长期上访的访民都患有精神病的言论 访民们指出,孙冬冬的言论是为地方官员打压访民制造借口 中共当局出动警察在现场大肆抓捕访民 往马加楼一批批地送 据访民表示,至少有600位访民被抓 由警车现场直接秘密抓走的人数无法统计 上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不分男女老幼 手里举着标语文件和照片,诉说自己的冤屈 帮助组织这次抗议活动的访民薛建辉说 原本要参加的有300到500人左右 不过很多人在路上受到当局的阻拦,无法来到现场 薛建辉表示,精神病是地方官员用来拘押抗议者 让访民销声的借口 孙冬冬的言论将会助长各地官员的这种行为 薛建辉说 孙冬冬是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专门帮法院鉴定人的精神状况 他日前接受采访时,说99%以上的老上访专业户精神 都有问题,虽然后来孙冬冬在访民的抗议声中对自己的言论表示道歉 但仍无法平息民愤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将访民和异议人士关入精神病院的行为 受到人权团体和国际精神病医疗团体的广泛批评 在现场的浙江访民徐佳娇表示 他为了防治遭到政府强拆,曾上访多次遭到毒打 他非常不认同孙冬冬的说法 徐佳娇说 现在把我们来打的采取,牙齿了,四个,四个牙齿打掉了 怎么才来 现在孙冬冬,还说我们上访都有神经病 他就他这个最佳有神经病,还说我们有神经病 我们是有灵有志,依法守人 湖南郕州的唐学陈因为抗议官员腐败 被关在精神病院长达一年多 后来他跳楼逃出,手臂至今还有明显的伤发 唐学陈说 他们把一个镇上人关在那个精神病医院480多群 我从四楼跳楼下来的 要全世界人民知道,是我唐学陈疯了,还是腐败分子疯了 现场抗议没有持续多久 警察便一开始驱赶民众,并将他们强行拖上巴士 有的民众在地上被拖行 还有一名男子挣扎并喊叫 但遭到警察用力拉扯头发和衣服 当访民都被赶上巴士后,巴士迅速离开了现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日前公开宣称 这番这么不理性的话,出自一个北大教授之口,很明显是中共 设了一个陷阱 但是我相信他,人性不会对他这样做 就是党性他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他是受控于中共的组织 所以他就会为中共的不遗余力的来做事 那么这个说话,就是中共让舆论先行 言论先行了以后,就对我们打压有借口了 这是中共的一关的惯计 年日来,都不断有各地访民上访声讨孙东东 审庭指出,事件让他联想到十年前法轮功的万人上访的四二五事件 当时中共科匹合作修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孙东东非常类似 因为当时法轮功觉得就是有必要向合作修提出他们的建议 然后要他赔礼道歉 然后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到了和平的上访 到了就是中南海那个门口 所以呢,就给中共说保卫中南海,后面被镇压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又在我们访民中翻版 他呼吁访民认清中共的邪恶,并保持冷静 你现在还要用这样的恶毒的计谋来打压这批访民 那么你向全世界怎么样公开 你就是说中共的邪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我们访民这个群体一定要保持冷静 审庭发出呼吁后,遭到怀疑是中共特务在网络发文攻击 但他表示不会理会 上海维权历史真宠则认为 随着信息封锁的突破 访民越来越理性和具备辨别的能力 相信中共的诱补陷阱不会奏效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